喂 這能聽見嗎 對 尊敬各位領導 各位專家 各位企業家代表 各位來賓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應要參加這次機構養老的論壇 我代表中國保健協會 向大會的勝利召開 表示衷心的祝賀 我個人呢 我個人也非常高興 按照今天會議的安排 按照巧琳會長的安排 讓我做一個主題發言 我在這個發言的題目是 健康中國戰略下的 健康服務業的新格局 我想呢 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也做一個拋磚引喻 我為什麼 剛才張長已經講了 關於機構養老服務業的 這一塊的重點 因為他是做專業講得非常好 我們也都在學習 我想呢 為什麼我要在這個機構養老的論壇上 來討論 健康中國 這個環境下的 健康服務業的新格局 講格局問題 我覺得呢 還是一個宏觀的問題 我想 這個宏觀的問題 和我們的機構養老有關係嗎 大家說 我覺得還是有點關係的 我想呢 大家了解一些 健康管理的宏觀情況 便於把過老年產業發展的路徑 和它的內在規律 老年產業 它實質上 也是健康管理的重點人群 這次總書記也強調這個事兒 然後希望大家呢 跟我們一起深入的討論這個題目 是否老了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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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呢 這個 衛生與健康大會 指明了我們 整個健康服務業格局的這個方向 前不久呢 習主書記在衛生與健康大會上 提出來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打下堅實的基礎 促進健康中國建設明確為國家優先發展的戰略 這個優先序 這個優先序 這個優先序的排位 它就充分準現了 因為像大家都知道 是 發展戰略國家的發展戰略很多 是吧 但是呢 把這個健康 放在了健康產業的發展 放在了優先發展的地位 是不是有一個優先序的排位啊 所以我們說 這個優先序的排位 充分體現了 黨和政府 對人民健康的重視 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充分彰顯了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建設健康中國 我們說它有什麼意義呢 健康建設 建設健康中國是承諾 是什麼承諾呢 是黨和政府對人民的承諾 它是方向 是中國特色衛生與健康發展的方向 是里程碑 就是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標誌著健康中國建設呢 賣上了一個新的徵程 建設健康中國是衝鋒號 是向健康事業 健康產業的從業者們 吹響了建設健康中國的衝鋒號 健康中國2030規劃 現在正在準備出台 已經得到了 已經得到了批准 正式的文件還沒有下發 但是它是內容呢 已經陸陸續續的報導了 通過健康中國的建設 要倡導 倡導什麼 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 加強健康的管理 降低患病風險 進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質 強調健康中國人人有責 人人參與 我們每個社區 每個家庭 每一個人都應該行動起來 堅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飲食 健康的精神狀態 儘量少得病 提高生活質量和生命質量 以往說好死不如 這個格局狀況 和未來格局的展望 我想做一點 我前面做了一點研究 所以這次呢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說人類健康 我們說人類的健康 面臨共同的挑戰 應該說健康是沒有疆界的 沒有國別的 人類的共同的目標 隨著疾病股 慢病股和營養股的變化 以及全球老齡化社會的到來 亞健康問題的日語突出 人類健康面臨著共同的挑戰 極大的影響著社會的發展 現有的健康管理模式 和健康促進的手段 已經不能完全滿足 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 對大的公共衛生 現在我們叫大健康 對公共衛生領域 也產生了更高的期待 我們說總書記 新民同志指出 抓民生也是抓發展 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務 有效控制的基礎上 積極引導群眾 對居家服務 養老服務 健康服務 文體服務 休閒服務等方面的社會需求 支持相關服務業 加快發展 培育形成 新的經濟增長點 使民生改善 和經濟發展 有效對接相隔一張 所以總書在前幾年 在省裡主持工作的時候 提出來的 我們說 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 是進一步快來內需 促進經濟 促進就業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 一個重要的舉措 也就是說 它既是民生 又是促進經濟的手段 我們說健康服務業 健康服務業初步 現在健康服務業 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什麼格局 形成了一個三大板塊 五大製程產業的格局 三個板塊是什麼呢 三個板塊就是 醫療服務 健康管理促進 健康保險 這樣的三大板塊 然後它的五大製程產業是 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藥品 醫療器件 醫療器件 這兩項 都是支撐第一個板塊的 都是支撐醫療服務板塊的 藍耳健康管理促進 是支撐產業是什麼呢 是保健用品 這是文件明確指出來的 42文件明確提出來的 它支撐產業是保健用品 保健食品 健身產品 另外就是健康保險的板塊 有什麼支撐 它由健康相關產品 保險來支撐 我們今天這個三大板塊 各部大支撐產業 大家心裡要有數 然後才 我說老年也是一樣 是這裡頭的一部分 是我們服務的特殊的一個群體 謝謝 還有什麼謝謝 還有什麼謝謝 這個可以了 這個呢 我是想這樣說 四上文件 剛才提到四上文件的 三大板塊 五大支撐產業 我們詳細的 稍微詳細的說了一下 這個文件實際上是 指導健康服務業發展的一個文件 應該說這塊呢 整個的這個黃的箭頭是健康服務業 然後呢 它又分成了醫療健康服務業 和非醫療健康服務業 是這樣子吧 這個醫療服務業呢 實際上就指著醫療服務的第一個板塊 那這個板塊當中 它分成了 分基本的醫療 和非基本的醫療 你們可能覺得這個太學術了 實際不難 我們在座的企業家 要從事哪一塊 你心裡要有數 因為基本的醫療 是醫保報銷的 非基本的這塊 是你可以收費的 所以那個是基本的 還有非基本的這一塊 應該讓度給市場 所以在座各位都可以同事 所以我說呢 當然它醫療服務有醫療服務的要求 但是呢 這一塊有幾個和非基本的問題 同時它就產生了 它又是事業 有事業部分 又產業部分 對吧 公立醫院都是屬於事業單位 民營的醫療單位 那它就可以作為產業 那它就可以作為產業 它的支撐 剛才說了 有照品要細節 它也分這個市場和市場和市場 另外呢就是非 非醫療健康服務業 實際上呢 健康管理與促進 一會兒後邊再說它融合的部分 應該說它歸於非基本的 非醫療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會兒還要強調這個問題 我們要分清楚 分清楚以後 你才可以談融合 要不然就混淆 比較融合 所以開的製作產業 剛才說了保險也是這樣 然後咱們就不成功 另外呢就是2020年的發展目標 咱們現在正在定2030年呢 2020年的發展目標呢 是總規模健康服務業 總規模8萬億以上 我做這個課題調研的時候呢 到這個國家統計集 當時他們討論 因為原來咱們的這個 根本沒列入 健康服務業沒有列入到 國家統計目錄當中 沒有重視這一塊 現在重視了再調整 但是呢這個8萬億指的沒有製造 他還是按照蘇聯原來的那種模式 前蘇聯的模式 來統計服務服務業 所以呢 他不是健康服務業 不是健康服務業態 不是這樣的 他是說健康服務業 所以呢這件事呢 他就統計的收拾8萬億 他做那個 呃呃 在旺夫說 8萬億實際上 已經 前年這是 我做調研去 他說已經如果加上製造 已經超了8萬億了 所以呢 發言人給他們 調研寫的是8萬億 所以他就這樣做 把它分開了 我們還在提一些 他們也 也同意他們再改 我们说 因为三个板块 我们今天呢 就只讨论中间的一个板块 医疗板块 我们就不过多的讨论了 医疗板块呢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 医疗呢 总体来讲 它是三个系统 是第一个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可以这样说 医改还在路上 我不知道大家同意这个看法 医改还在路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呢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比如说 全民基本医保制度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基本药物的制度等等 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另外 以免存在的问题度还很长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还没有达到群众的满意 所以呢 这个问题还有在于讨论 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讲 我们不讨论这个事 我们讨论第二个板块 健康管理促进的发展 这个发展的格局 必将催生健康服务业的新格局 我们讲 新的格局 我们说 那你首先要说 健康管理促进 这个情况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的格局是什么 然后再说 它将来未来催生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我想我们说 你首先要说健康管理是什么 健康促进是什么样的定义 我们搞清楚了 才能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学习总书记的这个 在那个大会上的讲话 健康大会上的讲话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基础的东西搞清楚 那我们理解和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就会准确服务 现在发展情况 那就是说 这个健康管理促进 要有个新的概念 健康管理本身 这个概念 大家还在争论 医务界有的意见 就是医学会有的意见 但是呢 不完全 我觉得他们呢 还是 我还是不批评 我没说我们的想法 就大会学习讨论了 我们的意见呢 看看是不是这样呢 更好一点 这样的表述 我们说 健康管理促进 是健康物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健康服务也分三块 我们认为中间的这个健康管理 应该是重中之重 为什么 以治病 医疗为主体的医疗服务模式 已经不适应 人类健康发展的需要 人们不满足 只是看病就行了 而是追求 护生病 进而 追求健康的状态 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和生命质量 实现健康 长寿的终极内标 医学发展的趋势 也已经 从疾病治疗 转向健康管理 是预防保健的 一个实际的行动 我们说健康管理促进 是健康服务业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健康管理 与促进 已经开始带动 三大支撑产业的发展 近二十年 作为健康管理促进的 支撑产业 从小到大 保健食品 从品种单一到丰富 保健食品 保健用品 保健服务 三大支撑产业 出具规模 形成了科研生产销售 全产业量 推动了中国健康管理 与促进发展 我们说 健康管理促进 带动了这三大产业的 发展 已经带动了 这个数据比较早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趋势 一零年的这个呢 已经销售额达到七千万一 人民币 每年这个数字比较重要 累积这些年来 每年呢 发展的速度 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那咱可以算一算 到多少 那保健食品 这一部分 与时间关系 咱们就不展开了 还有保健用品 什么叫保健用品 应该也有的定义 然后就保健服务产业 也有定义 也有这个 他们的销售 但是呢 虽然发展了 但目前的健康管理 发展 极其支撑产的发展 远远投入不足 产品供给不足 健康管理促进 是健康服务业当中的 重要环节 同时又是薄弱环节 虽然它带动了 三大产业的发展 但是它还是个 薄弱的环节 怎么说呢 实际上 前面讲的重要原因 而存在的是 还存在着 那个薄弱的环节 我们说 这前面是医疗 从医疗 健康管理和 健康保险 这个三个板块 在这个链条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医疗服务 在健康服务业当中 仍然是主体 而且呢 在这个卫生大会之前 连卫生上的人 你一说健康 从上到下 都觉得是医疗 从理念上就没解决 就没有突破 所以 这个链条 没有重视 现在 健康大会以后 专门提出来 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非常欣赖 我也希望 我们的企业 在这儿有所作为 我们做的时候 在给老年服务的时候 也应该看到这个问题 给老年服务 关键 刚才张满也说 关键在于服务 而不光是硬件设施 我理解 您刚才讲 我理解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呢 你房子盖的再好 再向宾馆 或者再向医院 你那个服务跟不上 也不行 所以我说 我们这个健康管理修禁 还是一个 这三大本块当中 健康管理还是重要内容 是一个 很好的一环 但是呢 又是薄络的环节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木桶效应 所以呢 短板决定了 木桶的效应 我们说 这个链条的 这个也是这个问题 这个产业的链条 薄络环节 决定了 这整个链条的兼顾性 我们说健康管理 它为什么 在服务业当中很重要 你想 它的健康管理 它覆盖人群网 是这样的吧 数量也大 对吧 病人是十分之一 亚健康人 有人总计是70% 有人说75% 反正是 病人还是少 健康人也是少 大多数人 那个是不是 我们这个健康管理 是全人群了 所以呢 这个人口多 你不是说你 你以为盖医院就挣钱了 不是那么回事 我从医四十多年 我告诉你 你要盖二个章的床 为了医院 你的投入 如果不是收回 而是持平 你年年都在赔 赔到第七年 你才能持平 所以有人总想 这个投资医院挣钱 你要说你投资医院是为了民生 我赞成 你应该大力发展 但是你想 挣钱 没门 除非你背着良心 背着医疗的原则 所以我说 健康管理不改变大 第二个就是健康管理 它是健康的核心的追求 不生病 这是追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